姚迪远赴一甲 陈欣彤还在养伤 目前天津波海银行女排二传位置就剩下了孟斗和张新月两名队员 相比21岁上线稚嫩的张新月 已经26岁的孟斗无疑更具竞争力 他也因此被保全指导纳入了本次冠军赛的主力阵容之中 进一阶段的备战 孟斗也在争分夺秒 与队友加强磨合 连赛自己打的也比较少 正好这个比赛可以有更多锻炼机会 这段时间跟大家配合比较多 节奏比之前好一点 就想把球打快一点 所以一直在磨合 磨合的过程 希望通过比赛也能做得更好 像孟斗打完联赛以后 主要是以他为主 包括他的单项训练比较多 同时配合也比较多 我感觉还是在配合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所以说大家要做好对心理准备 同时在比赛当中多磨合 增加自信这是关键的 在天津队为本次冠军赛打造的主力阵容中 主攻线上的王毅竹和副攻线上的张世奇 无疑是进攻环节的两把踢刃 为了将他们的攻击力完全激活 从场上磨合到场下沟通 孟斗可是下了不少功夫 跟大章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下来一直在沟通 就是包括平时吃饭什么的也在说 就是这个球怎么样 然后跟王毅竹的话就是他能打得比较快吧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沟通看能不能更快一点 然后让节奏更好一点 1米89的身高 沉稳平和的性格 孟斗几乎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二船 所必须的所有先天条件 如今随着对于自身要求的提高 训练中的孟斗也变得更加投入 更加努力 随着而来的自然是能力上的提升 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在比赛中 充分展现自己的实力与优势 我觉得因为在传球的机极方面 稳定性方面 肯定比以前有所提高 再一个就是从整个防守 包括他篮防这方面练的也比较多 也希望他在比赛当中 把这些练的东西能够打出来 我感觉从整个比赛看 同时我一个心理方面要锻炼成 因为从前面比赛打得比较少 这样的话 从整个冠军赛当中 一个不光是技术 心理包括整个意识 就不断提高 我的话可能就更多 希望网上优势能体现一下 然后这段时间练的也比较多 就是现在几乎每堂课都有加蓝网 然后就希望能在网口上 更有一些更多优势 在天津女排这个优秀二传背出的集体 即将挑起球队攻防转换核心任务的孟斗 无疑备受瞩目 聚光灯下压力无可避免 好在孟斗已经做好了困难准备 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 这或许可以帮助他展现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压力还好就更多希望能有更多比赛机会 然后可以展示自己 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 然后争取最好的成绩呗 天视体记者邦凡强 王延春 高志勇 顾星成报道